美日两国开年就有危险动作 美国国防部要求日本参与所谓综合威慑针对中国 评论称 日本自卫队日后甚至可能被美国赋予进攻属性 在亚太扶植打手 美国真不怕羊肚被患猛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放纵日本油断变毛 美国当心再被偷袭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美日两国开年就有危险动作 日本在云纳国岛建设对台军事基地 美国国防部更要求日本参与综合威慑针对中国 评论称美国对日方的要求越来越高 日本自卫队日后甚至有可能被赋予进攻属性 成为日本油盾变毛的信号 怂恿日本强军 美国能否在亚太如愿扶植得力打手 旧日恩怨在前 美国真的不怕对日本羊虎为患吗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又平先生 北京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于强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李红好 郑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美国接下来很有可能会纵容日本在军事上进行突破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美日两国开年就有危险动作 日本在与那国岛建设对台军事基地 美国国防部长更要求日本参与所谓综合威慑 从军事互联网等领域共同针对中国 关于扩大自卫队作用 以及所谓日美涉台联合作战计划的进展 更持续引发关注 不断制造台海形势紧张 日本也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最多的国家 而且基本都是针对中国 连日媒都认为 美国对日本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有可能改变美日同盟的格局 日本自卫队日后甚至有可能被美国赋予进攻属性 成为日本由盾变毛的信号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战略构想 是希望日本由盾变毛 美国真的希望日本变成毛吗 美国现在是有这个想法的 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想当世界警察 然后他一直想到处去给他找一个邪警 为什么呢 是一方面他会觉得说 有一些事情他得找一个人来 这样能够撞绳势 感觉上不是他一个人在干 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给他分摊点人 分摊点经费 他可以少花点钱 然后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会觉得说 就是有些时候需要 因为美国可能离那些地方比较远 所以美国想说在那个地方附近 找一个能够快速反应 我们再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 那么美国的历史上 一旦美国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收缩期 美国对于再派出武装力量 他就非常非常的谨慎 所以美国想把日本的从盾变成毛的这个想法 现在渐渐就开始越来越高 那这是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 你想让他去 他也得想去 比如说美国过去一直在怂恿韩国 可是韩国就会觉得说 哎呦我不要介入台湾问题了 因为这样的话会使得 这个中国大陆和韩国的经贸关系受到影响 可是日本不是 你从历史上看 日本其实一直对于台湾是有野心的 而且日本跟台独分子的勾连是很多的 你从历史上我们应该还记得 1950年代 当时就有一批台独分子跑到日本去活动 后来日本跟台独分子的勾连 一直到今天 包括现在的日本的这些 这个右翼的政客 和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勾连 都是很多很多的 另外一方面是 日本现在对于想跟台湾发展的 各种各样的经贸的联系 技术的联系 日本不是一直在吸引 让台积电到日本的那个雄本去投资吗 然后包括说日本看到说 美国给台湾卖了莱猪之后 日本不是也想把核实业塞给台湾了 然后日本也想把高铁卖给台湾了 简单的讲就是 日本发现说 美国能够从台湾拿到一些好处 那日本也想拿到一些好处 日本觉得说 那个警察拿到一点好处 日本这个想当协警的 也想拿到一点好处 我们知道日本方面 一直在军事上 是想要扩张和突破的 但是多年来 一直迫于美国的压力 那么现在如果说 美国撤销了对日本的压力 并且去支持它在军事上扩张 那么日本方面 现在在军事实力上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 它具不具备 美国对它的战略要求 油顿变毛这样的实力 虽然名称上不是军队 可是日本的自卫队战力 绝对不可小觑 美国专业的军事网站 公布了2020年全球的军力排名 前五名是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日本 日本排名第五 但是论起真正的军事实力 日本应该比英国 法国 印度 还要更深一筹 我们看一下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现役有四万六千人 拥有四艘直升机航母 二十九艘大中型的驱逐舰 二十艘常规的攻击潜艇 因为日本是一个无核武器的国家 所以它没有核动力的潜艇 也没有弹导导弹的潜艇 但是日本的常规攻击潜艇的技术 属于世界潜力 而且日本的最新的离电池潜艇 静音效果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另外日本的海军在反潜作战 以及防空火力的部署 也是相当强大的 日本没有现役的航空母舰 不过它正在改造两艘出云级的 直升机护卫舰把它变成是轻型的航母 而日本的驱逐舰的性能跟实际的海战能力呢 公认是可以列为世界第二 看看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现役大概有五万人 它已经获得F-35A的隐形 多用途的战斗机有21架 那么日本呢 总共预定了105架的F-35A 42架的F-35B 它将来要配备在改装后的 出云级直升机的这个护卫舰 也就是它的轻型航母上面 那么如果日本获得了 全部的F-35战斗机的话呢 在亚洲跟全世界都将成为 空战的战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日本已经拥有美国隐形战机的 自主生产线 未来迟早日本将会能够自主的生产 隐形的战机 而大型的预警机跟反潜机这一方面呢 日本也都相当的先进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一直都是跟美军共同训练的 所以外界认为它的整体实战能力 是相当杰出的 再看看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大概有15万人 主要职责就是反舰防空跟反登陆 而配备机动的88式反舰的这个导弹呢 射程有180公里 它最新的车载12式的反舰导弹 标准射程也有200公里 日本准备把它的12式导弹呢 未来增程到900公里 而再进一步呢 就希望增程到1500公里 作为地对地的这个弹导 这个导弹来部署 它主要就是要用于 在东海来反击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 但是按照国际社会的约定 以日本一个战败国的身份 它的导弹射程 其实只能够维持在200公里 我们如果回顾2021年 日本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现 日本频频将中国当作是一个假想敌 大肆地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实际上就是为它自己增加军费 加紧发展它的攻击能力 还有在西南诸岛呢 部署军事力量来找借口 我们预期岸田文雄的内阁 在2022年的对华政策 应该还会延续这种政策思维 就像刚才郑教授谈到的这样 其实日本自卫队的战力并不低 日本自卫队自行研发了武器 并且美国还向它出售了一些 进攻型的武器装备 特别是在二战时期 日本是敢于跟美国打世界大战的国家 所以说这么些年来 它到底有什么样幕后的战力储备 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么现在如果说 结合美国对它的这种支持 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战斗力 这些年日本从美国拿到的武器 其实越来越先进 而且日本自己 也在发展各种各样的武器 我们现在说像 我们知道美国 日本从美国订购了147架F35 这147架如果到货的话 日本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 除了美国之外 拥有F35最多的国家 好 这147架当中 有42架是F35B F35B是舰载机 是要起降在船上的 问题是 日本是自卫队 但是呢 日本的那个初云号 他就给大家说 说叫护卫舰 谁见过两万多吨的护卫舰 他那个船比意大利的 那个航母的吨位还大 然后但是呢 日本就把它叫护卫舰 谁都搞得清楚你要干什么 而且呢 在2021年的时候 已经完成测试了 就是那个F35B 是能够在初云号上起降的 初云号上 现在也在做各种各样的改装 包括那个甲板 是能够承受高热量的 就是为了F35起降做准备嘛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日本现在像初云号这样的 这个能够起降F35的 在改装的 一共有两个 一个叫初云号 一个叫加贺号 两艘 每艘船上能够停F35 大概就是十几架 那两个加在一起 也就是二十多架不到三十架 好了 你从美国买了42架F35B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是不是还想造这样的船 所以它的那个野心 大家就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 只有F35B吗 不是啊 我们看到说 就在2022年的年初 日本和美国又签了一个单子 是把日本现在的F15来做升级 这个升级呢 是包括整个电子化的座舱 然后安装一个速度更快的电脑 F15升级 GPF15升级之后 它就能跟F35来做对接 然后来能做配合 发挥一个 根据它的说法 是发挥一个更大的战力 而且呢 F15呢 可能比如说在作战任务上 在这个速度上 在航程上 正好和F35能够形成搭配 所以你看啊 就是无论是 日本从美国买F35 无论是升级它现有的 这些所谓的护卫舰 其实就是准航母 然后再到后来 升级现在的F15 所以你会看到 美国呢 给日本大量的先进的武器 而日本呢 也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我们知道日本在军事上扩张 是它现在最大的野心 如果说美国在这一点上 继续纵容它 就不怕不可控吗 大家都知道 美国针对战败国日本 最著名的控制是两块 一个是战后和平宪法 另外一块则是日美安保条约 日本的宪法 其实根本就是迈克阿瑟将军 当时透过他的参谋部门 拼凑出来的一套框架 而被今天的日本政客呢 批评是用一星期编造的玩意儿 涂改了两千年的历史 日本的右翼人士总认为 这部宪法剥夺了日本人发动战争 跟建立军事力量的法理 不过呢 平良心说 日本的宪法其实早就是千疮百孔 不仅日本政客想要修宪 连美国人为了自己行事方便 也把日本培养成自己好用的棋子 经常不断地在日本宪法上去钻漏洞 给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松绑的机会 只不过这一切都还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或者说美国人自认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当中 日美安保条约是1951年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它直接让美国由一个日本的占领者 转化为日本的保护者 而且美国人呢 获得了在日本无限制的建设军事基地 把日本的军事力量为美军所用的一个条约权利 美国驻日呢 大概有五万五千名的士兵 包括一支海军特遣队 那么这就让它变成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外部队 美军在日本总共有88个军事基地 我们以冲绳基地为例 冲绳县纯粹就是一个美国的军事堡垒 整个冲绳岛驻扎了大量的美国军队 全线142万的居民 美国就驻扎了一万九千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军人 还有六千位的其他部队 占了驻日本美军战斗力的75% 海陆空基地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即便是日本本土发生了任何异动 冲绳岛也绝对是牢牢的掌握在美军的手中 但是一旦未来日本有机会 趁着美国不注意的时候 彻底挣脱束缚 日本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大麻烦 甚至于对美国可能展开报复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 日本暗自建造了七艘准航母 等到F-35B舰载的隐形战机都到位之后呢 海上自卫队就能够正式的组建航母舰队 到了这个时候 日本的军事实力就会大幅的提升 而美国很有意思的 对日本这种军事行为呢 视而不见 甚至于是默许 外界总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发展信号 因为未来日本不排除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劲敌 与此同时 随着日本先进的重工业强力的支持 未来我日本完全有能力建造出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不知道哪一天 养虎为患 日本转而可能威胁到美国 有评论认为 俨然是美国在亚太代理人的日本 实际上早就对美国心有不满 在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之下 日本恐怕有朝一日会再度不甘心 只做美国的棋子 又一次对美国上演偷袭珍珠港事件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 美国和日本是头号敌人 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按说这是两个国家之间 历史的仇恨和惨痛的记忆 那么现在为什么能够化敌为友呢 这个所谓的话敌为友 其实是表面上 双方内心的那个仇恨还是在的 而且是很深的 一说起美国和日本 其实大家想到的都不是日美同盟 而是珍珠港和原子弹 这件事情其实不能从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讲起 要从1931年开始讲起 当时美国其实就是对日本 执行了绥靖政策 日本当时侵略中国去攻击苏联 美国会觉得没打到他 然后美国又觉得说 给给日本卖点这个卖点那个 能从日本身上赚很多钱 所以美国当时就算看到了日本的野心 但是美国就假装看不见 所以后来从1931到1941 这十年间日本就不断的越来越大 等到后来美国自己觉得有威胁的时候 美国想出手去压日本的时候 日本反过来就咬了美国一口 这就是珍珠港吧 那后来呢 美国和日本后来打 打到最后美国扔了两颗原子弹 所以双方的这个仇就这么结下了 好了 我们就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的外相 就是现在的首相岸田文雄 然后就安排美国的总统奥巴马 到广岛去访问 然后去献花 然后呢 这是2016年5月份的事情 到了2016年年底 美国让日本的首相安倍 到珍珠港去献花 所以你看到双方的这个仇其实到今天还是在 那后来日本就在经济上开始逐渐逐渐的崛起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当时日本著名的企业家 盛贤招夫和日本的一个政客 是原生太郎写了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 所以美国也感受到了那股威胁 所以后来美国开始无论是发动金融的攻势 然后把日本压住 或者是后来我们看到说 美国在半导体上去破坏 或者是整个几乎相当于是毁灭了整个东智半导体 所以让整个日本的芯片工业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这是第二轮 两个人的仇啊 这一轮还没完呢 再到后来 到特朗普上台之后 然后我们知道驻日美军啊 这个钱是要日本出的 而且呢美国在海外的这些驻军啊 日本是作为当地国出的那个比例是最高的 就是这样 美国还是不满意 所以特朗普就说 说你不是一年出20亿美元吗 哎那个太少了 80亿美元 日本当时都惊了说 啊一次涨四倍 美国一直把它当一个工具 无论这个工具是锚还是钝 如果说美国一直把日本当工具 那日本是不是知道美国把它当工具呢 还是说明知道美国把它当工具 而利用了美国对它的利用 实现它真正的野心呢 您如何观察 目前美国的全球战略困境是越来越明显了 或者说美国对全球战略的维护 越来越力不从心 随着中俄两大国的军事力量不断的壮大 美国在军事上称霸世界的能力 也不断的在视为 如今美国为了要有效的利用日本这颗旗子 来制衡中俄两大国 它就必须把日本从一个坚固的盾 打造成尖锐的矛 目前日本似乎还是在积极的配合 美国的印太战略 但是实际上呢 显然一方面 它是借机要彰显日本的存在感跟自主性 而另外一方面 它也是借机要积极的发展 它自己的军事实力 日本不会永远甘心当美国的棋子 一旦美国陷入了衰退加快的这个时期 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 而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能力呢 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小 日本当然就越有资格 对美国提出它自己的条件 在日本的眼中 它兼有棋手跟棋子的角色 总有一天 美国会失去对日本的控制权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了 日本要恢复它国家正常化的一个棋子 日美虽在同一个阵营 但是多年以来 日本却也和美国处于同床异梦的一个状态 美日关系看起来是和谐的 但是驻日美军事实上呢 经常会去欺辱当地的日本群众 而当年的广场协定 更是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 产生了持续到今天的负面影响 令日本非常的不满意 在回顾历史 两颗原子弹死亡的人数高达20多万人 日本的右翼人士至今依然是怀恨在心啊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更是充满了修正主义的立场 要求日本应该脱离自虐死官 要减少甚至于完全不要提及日军的暴行 并对太平洋战争 清华战争提出合理化的说辞 回避了否定了日本的二战罪行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替日本的历史翻案 让日本再度成为一个强权的大国 日本在各个政策领域 已经敢向美国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就说明了 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控制力 正在逐渐的丧失 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我看恐怕是会养虎为患 最终还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无论是美日之间互相利用 还是美日之间同盟 其实在军事上的扩张和勾连 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比如说他们一直在台海上做文章 美国和日本一直想打造一个 涉台联合作战计划 而美国也想建立一个美英澳的联盟 那是不是都是意有所指 我们看到都是在中国大陆周边来进行围堵 美国离整个东亚很远 这个谁都知道 美国在这边到处惹事 惹完事之后你可以走 问题是其他人怎么办 其他人没有办法走 大家都要发展经济 大家要过好日子 然后问题是 你美国把我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破坏了 那我跟他之间经贸上的损失 你美国补给我吗 你美国也不会补啊 所以美国想拉在大家一起搞这种所谓的联盟 其实里面问题很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日本国内现在也在反弹呢 你看 日本过去的想法是什么 是说万一发生战争啊 日本提供点后勤啊 提供点油料啊 提供点弹药啊 美国现在不是这样想 美国现在的想法是 给你日本一些先进武器 一旦发生战争之后 把你日本往上顶 所以日本现在国内就有人问这个问题 说美国给的这些武器能不能不要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武器一旦你拿在手上之后 真的发生战争了 美国说一国往前冲 你说日本那个时候能说不吗 那与其那样的话 不如现在就先拒绝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你看美国最近在整个日本所谓的这个 新南珠岛上各种各样的部署 那当时你看日本的冲神线的知识 就跳出来反对啊 说他讲的我觉得很实在 就说你不能把整个冲神变成是战场吗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理解就是台湾问题是人家中国人的家务事 跟日本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搅和来搅和去 而且你还被美国当棋子 你搅和来搅和去之后 日本自己会受害吗 而且冲神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冲神线知识是代表冲神民众说 不要这样干 这样干会让日本自己受损 好 我们再回来说到台湾 台湾我们看到最近啊 的确出现了好几份民调 这个民调的问题都是指向一个 就是说万一台海发生战事 你觉得他们会出兵吗 不过说的就是美国和日本吗 我们看到的确 这个民调的比例跟去年相比 这个民调的比例是在上升的 但是你怎么看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叫做台湾的期待 美国和日本会不会出兵这件事情 不会看你台湾的期待 也不会看台湾的民调 而且这些民调你仔细再看 他在问你 问完你说会不会出兵之后 他会不会还会接一个问题 他问你说那你觉得 所谓的形势会是什么 你看到台湾民众也很明白 形势是什么 要么就是卖武器 要么就是派军队在附近海域绕一绕 要么就是发表一个声明 但是出兵这件事情 台湾民众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人家的出兵的意愿是很低的 所以说不管是美国进一步的打台湾牌 还是他怂恿日本进行军事扩张 或是他自身在亚太增强了军事部署 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样的举动给整个亚太地区增加了很多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美国不能行使他世界警察的所谓优越性 在亚太进行更多的军事干涉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李红 这段时间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